欢迎回来 针对松烟文创园区争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上午表示 这个案子是合法但是不合理 台北市政府准备好 会再找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中谈 找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午在市政会议后受访 被媒体问到权利金或租金 都是当初市府定的 北市府若要和富邦谈判 可能有站不住脚的问题 柯文哲认为找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中谈 也只能道德劝说 但台北文创公司日前表示 要台北市政府减价买回 柯文哲说不要轻估政府的力量 一样嘛请不要轻估政府的力量 这个当然要调钱当然都有 比如说需要不需要这样做 柯文哲说政府买回一定马上会卖出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问题 除非买回没人要承租 所以北市府要先有准备 看买回来以后市场上 运意承接的人有多少 价格是多少 再找蔡明中谈 无事敌之不来 事物有以待之 你要跟人家谈之前你至少要准备好 合约的问题你到底有多少 就照你讲你到底钱有多少 我们要准备好 所以不急不急 等我准备好 而有关于大巨蛋案 柯文哲表示 北市府把监督大巨蛋工程的 中心工程顾问公司找来 问完才发现问题更多 会请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 在近期内与远雄先谈 新唐人雅台电视正义好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